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小推介的時間 星期六的七點鐘 有場的俄超 就叫做 莫斯科大藍莫對莫斯科火遮頭 兩對莫斯科對壢 大藍莫主場 可以看看現在的 賠率因為未有 看看其他參加賠率 大部份的 公司都在做 客隊要讓平手半球 當然客隊是高水 我相信馬匯方面 亦都可能會轉盤 因為始終太高的話 亦都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們看看兩隊的近職 是怎樣的 大藍莫方面 其實四場俄超裡面 贏了三場 贏了三場 都是1比0 輸一場0比1 亦都會贏了一場1比2 叫做兩勝一虎 現在 排名方面 本身也不是太參考價值 踢了三場球 對著火車頭 火車頭本身也不差 和2比2 贏了1比0 作客也會贏了0比1 而鵝杯 也贏了0比1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要買主客和 或者陽格比較難 但大家可以留意 一件事就是 他們兩隊的角球 都是比較偏小的 尤其是作客的火車頭 在上幾場球中 其實4個、6個、9個都出現過 之前亦有9個和5個半、8個 角球方面 其實在鵝杯中 比較少一點 大家兩隊的莫斯科 對碰的話 應該以穩為先 角球一定會產生少 相信這場如果有9.5球的角球 13小日大力推薦 好多唇跑 應該不過是 角球好像細頗 還好 此外 竟然有5球 我們下了 大批 感谢观看